我们看到比利时 丹麦 芬兰 荷兰 瑞典和挪威 一号就表示发表声明要加入贸易结算支持机制 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 而伊朗政府对六国的加入表示欢迎和高度赞赏 陷入尴尬的伊核问题似乎有了新的转机 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分析 首先是伊朗当地媒体金融论坛报 经济问题是挽救协议的核心 我们看到英法德三国重申将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伊核问题 为缓解美国制裁给伊朗带来的打击 欧洲方面一直在做工作 但仍有大批公司和企业因为美国的制裁原因 选择撤出伊朗 经济形势堪忧伊朗以突破浓缩油的库存 纯度研发限制等方式表达不满 不过德黑兰方面强调说 一旦伊朗的经济状况 特别是石油贸易的困境得到解决的话 所有的迫近行动都是可以逆转的 来看新加坡媒体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欧洲借机展示决心 看到六国加入的贸易结算支持机制 是由英法德在今年年初建立的 欧洲这么做是想绕开以美元结算的方式 和伊朗进行贸易保护欧洲 在伊朗企业可以免遭美国制裁的冲击 希望继续维持欧洲与伊朗之间的贸易往来 展示欧洲坚定支持伊核协议的决心所在 但启动初期效果并不明显 眼下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 扩大了机制运作的空间 目前已经覆盖了伊朗大约20%的对外贸易 来看法新社 欧伊尴尬 日渐缓和 总部设在巴黎的贸易结算支持机制 作为一个结算所 允许伊朗绕过美元结算 继续出售石油 进口其他的产品或服务 设立初期只有英法德三国 万事开头难 机制对于伊朗的经济提振 是有限的 而德克兰方面 一度把该机制比作是一个 没有汽油的跑车 指责欧洲维护伊核协议的积极性不足 眼下六国加入 更有非欧洲国家表达加入的兴趣 欧洲和伊朗之间的尴尬范围 是趋于缓和了 最后来看 还是伊朗媒体 伊朗日报 机制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眼下处于全球经济格局重塑期 去美元化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但不少拒绝为美元霸权买单的国家 已经是跨出了第一步 欧盟自立门户 搭建贸易计算平台 为进一步旅顺贸易 欧洲的贸易往来做出了努力 但是双方仍需要克服复杂的 金融法规和障碍 机制的推广速度和应用范围 还需要完善 只有欧盟在各领域 都与伊朗展开深度的合作 该机制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 好 这部分焦点是这样 把时间再次交换给一封